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士医生表示 加拿大每天报告的新冠病例的平均数字再呈回生趋势 令人担心 他说过去一周 加拿大平均每天报告新增545个病例 比两周前的平均日增病例数增加了40% 谭勇士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年夏天 加拿大人基本上都遵循了公共卫生指令 因此做到了全国范围内 把COVID-19疫情保持在可控的程度 使我们得以恢复对社会和经济至关重要的活动 随着进入秋天 加拿大人将需要更加注意遵守公共卫生指令 尤其是天气的变冷将使人们不得不多在室内活动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说 想去参加活动或聚会的人 特别是参加室内聚会的人 首先应该评估一下自己的个人风险 以及会给家庭成员带来的风险 他说任何有症状的人 即使症状很轻 也应该留在家里并接受检查 谭勇士医生表示 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将为您自己和您所关爱的家人提供保护层 并将支持那些工作在防疫一线的人 他们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此外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表示 由于对近日疫情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 故此任何计划进一步重开的经济活动将会暂停四周 叶利亚表示暂停重开经济活动 对学生重返校园以及控制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叶利亚表示决定暂停四周经济重开步伐 是根据安省医疗总监David Williams医生 及公共卫生指引而进行的措施 四周后省府才在考虑有关企业设施及组织的进一步重开计划 另外安省省长福特表示 如果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重返校园 省府将提供13亿元的关键支持 并向学校供应3700万件个人防护装备 令学校安全地重新开放 福特表示这是与医学专家教育局及教育工作者协商后制定的政策 他表示过去数周省府的团队一直全天候的工作 以确保所有公共卫生措施可以落实进行 福特强调本学年是从未见过的一年 但透过共同努力 省府所有人都可以发挥作用 以确保学童老师及教育工作者的安全 会发挥作用 通道颁